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 我是黄雅各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马拉基书》 我们今天要讲的《马拉基书》是第三章及第四章 《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节 万君之耶华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这里的话我的使者从以色亚书那里预言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是要预备主的道路 从以色亚书四章第三节就讲到了 显然这是几的耶稣基督 弥赛亚来的之前的开路的先锋 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施洗约翰 立约的使者就是在下面讲到 你们所爱慕的 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昼夜所期盼的弥赛亚要来的 使者他是怎么样 是预备的角色 预备伊和华的道路 这种观念可能是远至于 古时候的近东的一些习俗 国王出访的时候 他必定先会派领他的使者 到要出访的国家当地去 跟他们沟通 说国王后面要来了 好让他们去预备开路 也就是预备扫除他们路上的这些障碍 这位弥赛亚必忽然间进入到圣殿 实行念禁的工作 这里讲的 他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第二节在上面讲到 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住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瓢布之人的茧 这里就是指的工匠 他们在融化这些金属的时候 然后他们会除掉 在这些液态的金属上面这些的渣质 要把它炼进 茧的话就是指的古时候 某种植物它可以制造成肥皂 它可以除去衣服上的污秽的地方 使这些的衣服这些布 可以瓢得更白 先知用这样子的 这两种的洁净的方式来比喻 弥赛亚的来到是要洁净立位人 尤其是立位人当中的祭司 他们是掌管的圣殿里面的 这些的崇拜的事工 炼净与熬炼银子 第三节的这边所讲到的是古代的社会 银子是借着称为挥吹法来提炼的 然后在初步溶解的这些的金属的过程当中 把一些的铅矿 慢慢慢慢的把这些的扎子给淬炼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取出来的话就是比较纯减的银子 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贡物 必蒙耶和华越纳 那时就指的弥赛亚那个时候 这个并不表示说这个时代人需要献上一些祭物 先知表明人如果是真心的凭着公义去侍奉神 必定可蒙越纳的 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都可以指的是摩西那个时代的 或者是大卫那个时代 所罗门那个年代 第五节行邪术的 这里的话这个专有名词是指的那些精通于咒诅的这些的专家 他们熟悉观照解梦的这些的法术 这种的话是不蒙神喜悦的 警戒这些行法术 坐监放科 齐甲士 姑父人之公嫁 欺压孤儿寡妇的等等 这些都是不蒙神所喜悦的 第六节 这边讲到 神对人的熬练和审判 显示出神是公义的 但是神并不是要毁灭百姓 他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 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必定会存留 雅各之子 这边的雅各之子是指的是蒙拣选的 和救赎的百姓 第七到第十二节这是一个段落 因为百姓 你们该奉献你们就不奉献的 这也是神不接纳你们的理由 这里的话反倒指出 百姓因为田厂欠丰收 是因为他们基本上 犯了罪的 那也不履行十一奉献 亏欠的神 招之来上帝的惩罚 十一贡物 这边讲的十一贡物 在古时候 十一跟缴税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这两种都是从中间 从这些村落当中去抽取 来缴给政府的 像在圣殿也是要帮那十分之一 这是放在圣殿的 这些的库房里面的 这里提到十一奉献 是当今的义务 奉献的义务 以维持在古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政府还有从事 是敬拜的这些的人员 他们所需用的 所以古代京东有不少的国家 也有征收这些十一捐 这样子的 比如说斐利基人和迦南人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以色列他们受命在神的奉献上面 要做到十分之一 所以他们也必须这么做 你必须要带到耶路撒冷的 神的殿里面表明自己的诚心的 第八节这边讲到了 十戒很清楚的说明了不可偷盗 但是百姓竟然夺取了给神的东西 这是大罪的 第九节这边讲到的 你们不这么做 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咒诅就是指了当时候的 临到他们的一些的天灾 万君之耶华说 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是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服依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 那个水炸 水源的那个炸门水炸 这里的话是表明上帝赐福的源头 那个水的炸门打开了 那个水就源源不断的流下来的 就指的是这个意思 圣殿的资金会短缺 是在于古代静东很多人 他们把圣殿的公物都挪为适用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马拉吉斯就说 你们是偷取了神的东西 意味着你们供养祭司和敬拜的这些活动 通通都是形式化的 所以这些就使得你们花费在圣殿里面的 这些的东西就是更少了 所以你们收成就不好 所以百姓就会陷入到苦境当中 马拉吉就讲说 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 是否可以请服给你们 这是一个蒙福的源头 第十二节 若是百姓履行了他们的奉献的条例 上帝必使他们丰收 外邦也更知道 他们是因为遵行的耶和华神 而得到丰富的 十三到十六节 到十八节这一段落 让我们看到百姓在埋怨 说即使他们想要诚心的侍奉神 也是突然的 得不到祂的祝福 相反的恶人兴旺 反而不衰 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先知于是预言说 上帝要施行惩罚 而且彻底的审判 恶人完全的被处境 义人则至始至终 都会蒙神的祭奈和得胜的 十四节苦苦的灾戒指的是 以尽时来向神表示一些 忏悔悔改的或者是一些的诚意 十六节的那时 也就是跟下面一节十七节所讲的 我的日子是同样的意思的 这个纪念册 这里讲的纪念册的意思就是指的是 圣经上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过 不过其他的经文有提到类似的一些的记录册 耶和华回答 他说犯罪的人才会从生命册上除去他的名字 这个象征的那里好像有一本账本上面记着所有人的名字 十七节万军之约华说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属我 特特归我 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 那时你们必归回 将善人恶人 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所以这里都是指的是要去好好的侍奉神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那日子临近 事如火烧着的炉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蒙睡街 这里的话那时那日 都是指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所以这里的话是指的神知道百姓的困难 纵使他们没有立即的帮助这些百姓 但是在审判的日子 上帝必会眷恶和纪念那些 仍然侍奉他仍然敬畏他仍然奉献他的人 这边讲的火烧尽啊烧着的火炉啊 这些一无存留的都是表示将来的惩罚 是完全而且是很彻底的 这个是主再来的日子做一个惩判 事上的二节他们讲的公寓的日头 这公寓的日头就是指的百姓对神的公寓 发出的质疑 肯定神的公寓始终不变 如日头一发光照耀 使敬畏他的人就蒙恩得一致 公寓的日头带来的正义 在古代近东各个地方 太阳神与正义都是有相关联的 所以因此旧约都与太阳描述耶和华的作为 并非寻常的事情 一致的翅膀像鸟的翅膀象征是日头的这个光线 翅膀隐含着是有保护的意识 这里是指的是大概是病得到医治 中东的一些的星象学 他们将太阳形容成为有翅膀的圆盘 在波斯帝国非常普遍 初来跳跃的 卢圈里的匪赌 这里的话就是指的恶人将受罚 义人会得到自由和喜乐 所以你们在祭奠我的仆人摩西的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为以色列人众人所吩咐的这些律令典章 意思就是你还是要回台遵守神的律令典章 最后的四道六节 劝百姓再守神的律法 预言以利亚会再临 和列山就是在西乃宽野的 所以在初埃及记的时候也讲是西乃山 在这里摩西的颁发了神的实际的律法 所以西乃山正确的位置的话 摩西在西乃山哪个地方我们不确定 但是一般学者专家他们认为 这个就是至少就是在西乃半岛的 一些山头其中的一座 所以第五节这边讲到的是 神差遣那要来的使者 他将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 所以按照新约的教训的话 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 施洗约翰 第六节这边讲到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第六节的通常有学者 张家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是指灵性方面的以利亚 来到的时候 使那些当代不敬畏神的 贝利的百姓就像儿女 这些贝利的百姓 归回正途 与以色列人 近前的列祖一样 以色列人近前的列祖一般就指的是父亲 这边经文讲的父亲一样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指的 社会方面的 以利亚来的是家庭恢复的和谐的关系 一改那个时候的人离弃了妻子 另外举别的妇女为妻 这种社会的问题 所以这是有这种两种 一种是灵性的方面 一种是社会方面的 这两种的解释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